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每次想要 比如说我想拿一个苹果 我觉得这个苹果已经在这 我马上就要拿到了 突然感觉就有一个人把这个东西拿走 感觉就有一种命令被捉弄的感觉 特别是在感情方面 我想是女员太多了 我觉得不许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你这样子 因为正好恰恰是好几 可能几次连续出现 你认为可以但出来不行的一个状态 你可能觉得是被别人破坏 或者什么可能真的从一开始就不行 这个好就是恰恰 我觉得不是的 如果是洪英说两个人真的是互相相爱 我觉得会突然出现 除非是第三者插着 不可能走走突然就不行 不可能走走突然就不行 那两个人聊得挺好吗 也没什么问题 突然前一句话都还不错 然后就算了 我觉得咱俩还是不合适 那也就是没遇对人 那也就是没遇对人 可能没遇对的人 就没遇到真正的人 他可能只是跟你聊聊 还没有真的愿意真的真心的说要交往下去 是没有缘分没有出现还是没有缘分 我相信我们都有缘分的 只是有的多有的少一点 有的深有的浅一点 只是这个缘可能有时候没遇到而已 因为我在情感里面就是纠结得太痛苦了 可能你太想要一份爱情了 太想要一个家 你可想要一个家去经营你的生活 但是一开始谈恋爱 不是要家的感觉 谈恋爱是浪漫的 先不能考虑家的问题 先把浪漫这一关走完了 然后再走实际的问题 不能一起步就开始考虑家的问题 不能谈实际 谈恋爱还没谈 半天呢你都开始谈过日子了 咱们怎么 这个人怎么过日子 先谈这么浪漫 先不要过日子 浪漫完了以后不合适 不可能 没有人一开始 大家都还不了解呢 大家就开始探讨过日子的问题 不是那样的 提向你过日子的心 你以前说我会结婚的 这是方便说还是 我觉得你需要 渴望一个家肯定会结婚的 那么渴望一个家 是吧你会结婚的 愿意要家的人肯定 结了婚才觉得是个家嘛 但是你不能说为了要一个家 你一开始就这么 这个不行的 你停下来 我不要一个家了 我先找一个对的人 谈恋爱 结不结婚再说 我先找一个对的人 我先跟他谈恋爱 先谈好了 能了 那家自然就会有嘛 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嘛 是吧 如果谈不成你想要个家 这不是只是 只是个想法 就是说你还没谈呢 怎么就要个家呢 然后我一直认为 这可能就是我成交 路上的一个模样 可能是当我有一天 就是彻底放下 不想那个家 也不想结婚 也不想什么时候 他就来了啊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也许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没有的时候 就一个完全放下去 因为休息一下 主要都要活在当下的嘛 既然没有的事 你想他干啥 他来了 他就来了 来了你就 你就开始 就是一件事来了 物来则硬嘛 来了你就硬 你就该怎么走 你没来你在那空想 你放不放也 他在空想 你没什么可放的 是吧 他都没发生 来也没来 你不是在那多想 多虑嘛 但不像你啊 现在很多女孩子 男孩子都是这样 很多女孩子也是 男孩子都是 尤其男孩子单身的 不愿意结婚的很多 就是觉得 我觉得有一部分 是觉得结了婚 不太自由了 就觉得被困住了 不自由 还有一部分 就是感情定不下来 是吧 现在孤单 对很多男孩子 女孩子来说 他有网络啊 互联网啊 他在网上有时候 很多就是 心性上的东西 他也 通道的想法 就看个电视联系 打个游戏 在网上玩一玩 他可能就一天就过去了 他能拿互联网的那么多信息 普贴概念的 切除他的空虚啊 切除他的孤单啊 女孩子比较传统 女孩子还是觉得 应该有个家 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家 然后甚至连窗帘 什么颜色都能想好 床单是什么颜色 都能想好 我觉得女孩子是想跟家过 不是想跟老公过 很多女孩子说结婚 结婚为啥 就想穿红衫 穿红衫很漂亮 然后呢 我想我窗帘是什么的 我床颜色是什么的 我房间摆个什么沙发 都想好了 他就没想好老公是什么样 然后把家都想好 女孩子真的是想的 就是 真就是小孩子那种 现在过家家呢 他就喜欢 就像男孩子喜欢 他就想 我应该买个什么车呢 我开着去旅游啊 我要买个快勤 我越过大西洋那边 我去玩啊 女孩子说 我要买个房子啊 把他打扮的粉红色 还是红色 你看他女孩子的梦 他就是要做个家 弄个家 男孩子是我开着汽车 看着快勤 甚至我想一下 我有个飞碟好了 我买太空凹游 就不找家 最好不要回家 就是那种 是不是 男孩子女孩子 梦想嘛 但是 除非他累的不行了 他病了 或者实在是走不动了 他会说 哎呀有个家好了 家在哪里呢 才乱找 他不累的时候 谁想回家 男孩子 所以男孩子不想结婚 很正常 但是他谈恋爱 他是玩的嘛 他想谈恋爱 不想结婚 女孩子喜欢结婚 因为结了后才用粉红色的家嘛 是吧 我以前说童子命嘛 都说童子命 婚姻波折 我以为说 可能是这个原因 童子有童子的婚姻嘛 不许童子命没关系 是吧 童子有童子的 都要玩的嘛 做啊 就是 这么多年 有童子的 要说 也有童子的 那就好 优优出来 但 天安 PD 。 слож 好 graph 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